这个虾呢就是它从刚才的那个养殖池里面捞出来的 它捞了一千条出来 来做这个 它要试一下味道 嗨大家好 你知道我现在来到那里吗 这里是Second Young 先来到我的学生的住所这里 他在这里先搞了一个实验基地 然后今天除了我带大家看一下它的养殖场之外 还有的东西就是它准备了一套很特别的菜 也是我很爱吃的东西 等一下我们看看它准备了什么 OK走 昨天在基隆坡参加了AMB Connect的众筹平台之后 今天要回的时候 Patrick邀请我过来他的养殖场来去看看 然后顺便呢 他今天做了一个非常好吃的东西给我吃啊 等一下再跟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他就是Patrick OK他已经搞了一段时间了 OK有一点心得了 有什么想要说的吗 没有啊 有什么东西可以说的 哈哈哈哈 因为我们是现场零食来吃 等一下给大家看看视频哦 他也是开始养了 这个已经养了第四十天左右对吗 三四十天的虾了 OK 我看起来呢整个虾的状况非常健康了 OK 如果再持续这样子做一个两个月 他就已经是去到成平虾了 不是啊 不是两个月应该说 再多四十天就可以变成平虾了 OK 然后 他的严度呢 这里要讲一下 他们其实呢 在讲南美白对虾呢 我们其实可以做非常低严度啦 以他的经验 经历来说呢 都已经可以做到两个BBD左右这样子了 但是现在目前他说他也重新调过了一下 他的严度大概是维持在五个BBD左右啦 OK 所以说呢 低严度的养殖呢 会是更加利于这个虾的成长啦 跟一些病害的 减少一些病害的发生的可能 OK 总之呢 低严度养殖南美白对虾是比较多好处的 Sematry 问你一下 这个现在你的养殖池大概是十吨的水嘛 对吧 没有错吧 这样你投入了多少虾 虾没有下去 我大概放了两万只虾 两万只 如果我们如果这样子来说 按照计算 我们养到第八九十天啦 对 就会得到一公斤七十只左右的虾啦 这样以这个数量来计算 应该它的密集度是去到 二十八 二十八左右啦 二十八左右 OK 所以说在后面再多二十天 你要再注意一点的东西就是 养殖的成贩 OK 那就 好了 等下我们再去看一下 它做了什么好吃的给我们 就是这个虾 就是从这里拿出来的虾 做的一些给我们吃 OK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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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OK 来了 现在Patrick特地准备了这一个东西给我 你们猜到是什么 这个人家说叫做潮汕毒药 哈哈 就是生烟虾了 这个虾呢 就是他从刚才的那个养殖池里面捞出来的 他捞了一千条出来 来做这个 他要试一下味道 他看到不能顶得流口水 所以说我趁这个机会 幸好时间刚刚好 我有到KR 然后就顺带回的时候来这里 我说你一定要留一点给我 这样子今天我们来尝试 大家看一下 这个就是 这里拿出来 虽然是小虾 但是呢 这一个东西呢 哎呀 真的是 应该是很真 OK 你看 试试看 试试看 试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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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味道 好久没有吃过了 哈哈 这太真的 太真的 我会给 撕出来 嗯 嗯 它的虾壳 嗯 如果配粥的话更好 配粥更好 嗯 哦 只是单单吃肉 哦 嗯 嗯 它的虾碎了 嗯 更好吃 甜哦 甜哦 很甜 不要吃完了 它虽然是很小的虾 但是啊 很脆 很脆 哦 很 它的那个肉 很脆 然后很鲜甜哦 对 哦 哦 哦 这样 慢一点呢 就等它那个 把大脂的一点 来做 然后 那就更加震了 我跟你做 对 啊 这样 哇 这个你知道我多久没有吃了吗 这样子的东西 我从 十多岁到现在 没有吃过 嗯 嗯 嗯 家乡的味道 嗯 童年的味道 嗯 哈哈哈 嗯 嗯 嗯 OK好 这样 本身的吃相很难看 那不要拍了 那就结束了哈 下次有首帽再update大家 拜拜 嘿